你知道杀人后最佳的藏尸方法是什么吗? 答案居然是保鲜膜 如果在家里杀人可以用保鲜膜裹住尸体 再将其放进衣柜 此时被密封后会延缓腐烂的速度 及时发丑 味道也会在短时间内被保鲜膜锁住 为凶手争取时间 这么一丝极恐的方法 就来源于今天侠说要推荐的这部 捉迷藏 堪称中国版的寄生虫 论其真实性以及恐怖感 毫不逊色 晚来聚集的深夜 射出阿珍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踏上老旧电梯的他 惊觉自己被住在隔壁的黑衣变态 一路尾随到了家门口 极度恐惧的女孩躲进了屋里 被人穿过的衣服和肮脏的毛发 映入眼帘 倒吸一口凉气的阿珍出门查看 却忘了随手关门这个好习惯 当他再回屋里翻阅监控 就看到屏幕中的黑衣人 大摇大摆走进他家 喝了一口啤酒后 消失在监控的盲区 难道那个变态还在我家 阿珍猛的扭头 窗边的黑衣人 拎起带血的铁管 下一秒 房间里只剩下女孩的惨叫 和铁管爆头的闷响 这场血腥谋杀掀起了接下来的蝴蝶效应 原在牛栏街的高档小区 是专属于富人的社区 住在这里的三口之家 原本幸福美满 最近几天怪事却接踵而至 极端洁癖的父亲华哥 连马桶缝隙都不放过 看到女儿小美吃饭散落残渣 老父亲几乎要跳起来揍人 好在一通神秘来电 阻止了他的暴行 电话那头的男人 劈头盖脸就问 你认识阿伟吗 他失踪了 房租还欠着呢 闻听此言 华哥眉头紧皱 阿伟这个亲哥哥 是他绕不过去的童年阴影 打脚烂脸生疮的阿伟 赢得了父母更多的关爱 还让身为弟弟的他 被同学嘲笑 因此年幼的华哥 把他当成了假想敌 将阿伟送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童年旧事折磨着华哥 夜不能寐 去上厕所的他 看到脏兮兮的流浪汉 这么坐在自家冰箱前 大快躲移 还不时的挠着腿上的烂肉 这个人有着和哥哥阿伟 一模一样的脸 噩梦惊醒后 华哥知道自己逃避 是没用的 干脆着手 调杀起阿伟失踪的真相 隔日一早 华哥找到了阿伟的出租屋 脏乱差的房间里 居然摆着琳琅满目的 女士内衣 多年不见 莫非哥哥变成了女装大佬 惊呆了的华哥 去找邻居打探消息 但邻居们一听说阿伟这三个字 不是送上白眼 就是狠狠摔门 碰了一鼻子灰的华哥 发现了更古怪的事 小区住户门口的墙壁上 都被奇怪的符号 标记着 这家有几个大人 几个小孩 据说小偷踩点用的 也是这招 难不成 有人盯上了整个小区的居民 就在华哥纳闷的时候 等在楼下的老婆倩借 差点酿成大祸 原来粗心的倩借 一不留神弄丢了孩子 眼睁睁看着小美 被吃汗关进了车里 万幸的是 路见不平的寡妇秦嫂 抄起电击枪 把吃汗逼下了车 小美脱离险境后 华哥一家登门致谢 可聊起天而来 驴唇不对马嘴 秦嫂非常羡慕华哥 能住在高档小区 准备搬家的寡妇 向他们讨教起 买房的经验 华哥随口应付了两句 转而打听起阿伟的消息 没想到 秦嫂脸色一变 发疯似的把他们撵走了 告诉你哥 不要再偷窥我女儿平平了 被扫地出门的倩解 还在蒙圈 这从未见过的阿伟 究竟是何许人也 面对老婆的质问 华哥避而不答 他听说小区里 有很多流浪汉 会直接藏进别人家里 活在暗处 称为寄生虫 作为社会精英华哥 哪有心思去想这些 可下一秒 一想传来 华哥的手机和门禁卡 被人偷了 出租屋大门却锁得严实 难道屋里真的藏着人 被报纸糊住的墙壁 给了华哥答案 穿过墙上的暗门 华哥钻进了隔壁的出租屋 看白色 这里住的应该是个独居女性 所以阿伟不是女装大佬 而是彩花变态 一通翻箱倒柜之后 华哥找到了哥哥的日记本 黄纸黑字 清楚地写着 为什么要相信那个 我会夺回属于我的一切 且不论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日记上的话很快应验了 回到小区的倩姐母女 在电梯里撞见了手持雨伞的黑衣人 此情此景 倩姐本能地提高了警惕 在开门时还故意输错密码 以防偷窥 万万没想到 熊孩子小美脱口而出 妈妈密码是2333呀 被闺女摆了一刀的倩姐 拽着孩子躲进家门 顺手改了房门的密码 可惜网购害人不浅 倩姐听说有快递在门位 立刻丢下小美 自己就跑下了楼 听到哐哐的敲门声 小美还以为外卖到了 当即给妈妈打去电话 但刚点的外卖 饱了么起手 哪里会送得这么快 心知中了掉虎离山记的倩姐 连忙嘱咐女儿不要开门 可不听人话的熊孩子 还是好奇地打开了猫眼 沉默不语的黑衣人 正在门外 死死地盯着她看 伴随着密码错误的提示音 小美几乎吓尿 关键时刻 倩姐飞奔回来 撇见四下无人后 当即抱住了嚎啕大哭的女儿 连门都忘了关 刹那间 40米长的钢管 穿过门缝 狠狠砸下来 反应过来的倩姐 拼死关门 才勉强躲过致命一击 虚惊过后 赶回家的华哥选择报警 但黑衣人此时早就消失的 无影无踪 死里逃生的倩姐崩溃了 他大声质问丈夫 阿伟到底是什么人 万般无奈下 华哥选择坦白 我哥年少时 做奸犯科 在牢里 管了很多年 最近才放出来 重获自由的阿伟得知 父亲在遗嘱里 把全部的家产都留给了弟弟 华哥拿着钱过上了好日子 自己这个当哥哥的 却沦落得不仁不鬼 事实上阿伟悲惨的遭遇 全都源于 华哥的谎言 当年华哥因为 妒忌哥哥得到了 所有父母的爱 所以在作证时撒了谎 一句 我看见了 是阿伟干的 直接把亲哥哥 送进了牢房 时至今日 华哥这个伪君子 愧疚归愧疚 却没有勇气说出实情 心事重重的他 在自家门口 看见了眼熟的 死亡标记 阴魂不散的阿伟 折磨的华哥 神经衰弱 半梦半醒间 床边的黑衣人 摘一下头盔 伸出了那双 长满烂窗的手 就要把华哥 活活掐死 窒息的男人 再一睁眼 哥哥已经顶替了自己 和见解 同床共枕 被幻觉逼疯的华哥 回到伪哥的出租屋 继续调查线索 却被埋伏在此的 神秘人偷袭 一番激烈的搏斗后 被暴揍一顿的神秘人 交代了身份 此人名叫阿强 女友阿珍 失联多日 让他这个愣头青 以为是华哥拐走了女友 所以才吓死毒手 说话间 罪魁祸首的黑衣人 正站在暗处偷窥 有所察觉的华哥 追着他穿过暗门 停在飘出血腥味的 衣柜前面 华哥咽了口唾沫 小心翼翼的扒开衣服 隐藏在身处的恐怖人脸 暴露出来 被保鲜膜裹住的女尸 扑通一声 栽倒在华哥身上 看清楚女尸的长相 阿强崩溃了 他苦寻的女友 原来早就死了 就在男人愣神之际 黑衣人一闷棍 敲晕了阿强 继而跟华哥扭打在了一起 俗话说 武功再高 也怕菜刀 被刀子戳伤大腿的华哥 踉枪着 逃进了秦嫂的家 开门的萍萍 贴心地递上了急救箱 还说妈妈出去干活了 着急报警的华哥 没理会萍萍的话 而是开口 向女孩借用电话 这一切 反倒成了破解 惊天秘密的契机 萍萍的房间里 摆满了毛绒玩具 和一排排的高档钱包 在堆积如山的手机里 萍萍随手抽出一部 递给了华哥 手机的屏保 正是华哥的全家福 撇见男人 呆愣的表情 萍萍得意的炫耀 这些都是妈妈工作得来的 我们最近还要搬去新家呢 萍萍战士的新家照片 正是华哥所在的小区 女孩的天真笑脸 和嘴里的恐怖话语 形成了剧烈的反差 吓得华哥直接跌倒在地 身侧衣柜的缝隙里 死不瞑目的阿伟 等着被保鲜膜 糊住的双眼 似乎在嘲笑弟弟的惨状 莫非这就是秦嫂所谓的头盔 华哥恍然大悟 双手沾满鲜血的变态黑衣人 实际上就是看似无辜的秦嫂 钢管的重击 印证了华哥的猜想 被敲晕的华哥 经过保鲜膜的上千条缠绕后 被捆成了千条纵 丢进了衣柜中 真相此刻 不言而喻 秦嫂常年患有偏执症 执着于住豪宅的她 曾带女儿偷偷潜入别人家 甘愿做床板下的寄生虫 久而久之 秦嫂不再满足于屈居床下 她杀了护主 纠占雀巢 死去的阿伟 不过是她盯上的目标之一 至于倒霉催的阿珍 则是无意中撞见了秦嫂杀人的场面 所以惨遭灭口 而现在秦嫂有了更好的猎物 她抽出华哥钱包里的房卡 继而换上了最贵的衣裙 堂而皇之地走入小区 不知大难临头的县街 又一次把小美独自留在车里 自己则回家取钱包 转脚就和秦嫂在电梯里 狭路相逢 卸下伪装的秦嫂 不再装作笑面糊 她直接拔出雨伞里的钢管 抽得欠姐两眼发黑 女人拼了命地 按下了电梯的警报 保安势力 却一个人都没有 被坑爹保安助攻的秦嫂 在敲晕欠姐后 用华哥的房卡打开大门 踏入了梦寐以求的豪宅 接着她就就地取材 再次用保鲜膜把欠姐 缠成了千条纵 一番熟练的操作之后 又换上了欠姐的衣物 俨然成了这里的女主人 与此同时 差点闷死的华哥 借用门把手撕开了保鲜膜 在开车回家的途中 匆忙报警 可惜为时已晚 走火入魔的秦嫂 连几岁的孩子都不放过 用花言巧语 把小美骗下了车 机敏的女孩 觉察出怪阿姨的恶意 慌忙躲进了衣柜 就在女儿绝望之际 华哥及时赶到 然而彻底癫狂的秦嫂 战斗力直线飙升 按着华哥就在地板上摩擦 眼看华哥 就要被打成十个 走廊上的暗红血迹 却让秦嫂猛然犯了疯病 但见秦嫂突然捞起拖把 边擦血迹 边喃喃自语 谁让你把我家弄脏的 该死 该死 看到秦嫂的反应 以及搏斗时碎了一地的酒瓶 华哥心生一气 他做事要烧了房子 威胁秦嫂放过他们一家 偏执到已经变态的秦嫂 已经把这儿当成了自己家 他本想屈服 好巧不巧 警察敲响了房门 受了惊的女人 如同猛鬼上身一般 把华哥扑倒在地 无奈之下 男人放手一搏 任凭打火机 飞进了酒里 熊熊烈焰 烧毁了家具 心疼的秦嫂 当即冲进了火里 试图用身体灭火 结果 裙白被熊熊烈焰点燃 淹没在一片火光之中 随着警察的到来 杀人抢房的恐怖事件 终于画上了句号 不久后 华哥带着妻女 送哥哥阿伟 入土为安 而被烧至毁容的秦嫂 则坐在精神病院里 直勾勾地盯着医护人员 嘴里还不断地念叨着 别走啊 我知道 你家在哪儿 好了 捉迷藏的故事 到这儿就结束了 本片翻拍子 韩国同名电影 捉迷藏 影片全程在强调 偏制正 华哥因为童年阴影 变成了极端洁癖 看似无辜的阿伟 也有恋恶癖 而执着于 住豪宅的秦嫂 甚至不惜杀人 来完成自己的执念 家属想说 在不伤害别人的情况下 满足自己的欲望 那叫努力上进 但任凭欲望疯涨 追求白日梦 那就会 组成大错 所以闷头做内容的我们 从不奢求 能有一个亿的粉丝 但随手点赞评论 加关注 这点小要求 不算过分吧 不算过分吧